1500年神仙结束 其中的主角担当 神仙要杜结 正逢1500年的神仙结束 商周之战是个契机 原始天尊所说的神仙红尘杀结 为什么会开启 为何又恰好是1500年 这是天道 是气术 是天道圣人 也不能改变的 仙界游戏规则 红军老祖 女娃娘娘 包括玄门三圣 都只能顺应天道 顺势而为 促成风神之战 开启潘多拉魔盒的人 究竟是谁呢 原来正是那个上村下跳 在铲教和结教之间 纵横百合的申公报 申公报何许人也 申公报是原始天尊的弟子 他却转身跑到结教 效力于通天教主 作为玉须公的门徒 却去投奔庇游公 申公报到底算哪边的人 申公报是个修为数千年的老妖 其修为达到了大罗金仙的水平 他却是修炼了40年的江子崖师弟 说明什么 申公报 败在原始天尊门下的时间 要少于江子崖的40年 这是他的临时操作手段 他的真正底色是 申公报既不是产教出身 也不是结教的人 他是半路出家 并有背景的人 原始天尊走的是精英路线 连同门小师弟通天教主 都看不上 怎么会收申公报 这只海报成经的豹子精呢 披毛带脚 尸身卵化之辈的申公报 竟然被天尊给收作弟子 原始天尊早就看透了他的把戏 欲擒故纵 借力打力 逗你玩 风神前钻 北海反了袁福通 七十二路诸侯 文太师平定北海长达十五年之久 昼王二年春 北海反了袁福通 七十二路诸侯 文太师奉命出征 当平北海 袁福通究竟是何等人物 所谓的北海七十二路诸侯 指向的又是谁 为什么出征的不是北伯侯虫猴虎 甚至不是武成王皇飞虎 而是文太师文仲 北伯侯统领北方二百路诸侯 视为北方二百路诸侯之长 激州侯苏户 是北方二百路诸侯之一 所以昼王命虫猴虎讨伐 没有叫他征讨袁福通 说明北海七十二路诸侯 并不是殷商所封的 八百路诸侯之内的力量 袁福通属于殷商卖番 武妇之外 无需按惯例五年一招供 只需点头 承认商汤是天下正统 昼王是唯一的人亡即可 仰仗天成 敢陛下红服 灭怪除妖 斩逆贼 征伐十五年 臣捐驱报国 不敢有妇先王 风神演义 文太师平定北海 凯旋 老苦功高如此 文仲却不敢邀功 袁福通与北海七十二路诸侯 都是些什么高人呢 灭怪除妖 袁福通和他的麾下 都是些妖魔鬼怪 而不是凡人 黄飞虎虽然是武将之首 骁勇善战 但终归是凡人武将 难以胜任 文太师虽然是文臣之首 可他却是金灵圣母的弟子 帝仙一流 达到了大罗金仙的层次 剿灭匪患 黄飞虎没问题 当凭妖孽 文太师出手 陈娟驱报国 不敢有妇先王 原来这是文太师 和昼王的父亲弟义之间的 一个约定 作为先王 前日人王 弟义早就有所预料 北海妖孽将会冒出来搞事 文太师北伐袁福通 长达十五年之久 可见北海妖孽的势力之大 袁福通与七十二路诸侯 为何被视为妖孽 他们原本就是 轩辕皇帝的死对头 神仙红尘杀结的秘密 女娲戏语 吃游戏的较量 封印战败的魔神 游魂乃轩辕皇帝总兵官百贱也 因大破吃油 被火器打入海中 千年未能出节 万望法师只抄福地 奔同泰山 风神演绎 江子牙一上昆仑山 刚拿到风神榜 就有个大神来凑人头 他就是风神榜上第一人 轩辕皇帝的昔日总兵官百贱 百贱千年没能出节 他再等一个机会 风神大战 神仙一千五百年度节的时间点 百贱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被困北海一千五百年之久 上古洪荒时代 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的 史诗级别的诸神之战 轩辕皇帝战持游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神魔之战 为的是争夺先界的统治权 女娲造人补天 火云洞三圣皇垂首至天下 功德成圣 为人族的崛起 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此人族 取代了巫族和妖族 成为天 地 人 三才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自然也会得到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由此 赤油一系被打败 被打入令策 被称为妖孽 成王败寇 计划论铁律 愿赌服输 没什么好说的 天道无情 不畏谣存 不畏结枉 最后的处理结果怎么样 天道圣人们协商一致 把妖孽封印起来 封印在哪里呢 北海眼中 风神中的北海 就是那场上古诸神之战的古战场 吃油的终结地 大罗金仙杜劫 百贱也要杜劫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这就是所谓的1500年神仙结束 1500年的宿敌 北海妖孽不甘心 他们要卷土重来 封印时开启 申宫报潜入中途 潘多拉摩河正式开启 申宫报为何最终 被原始天尊 封为分水将军 填了北海眼 解铃海虚系灵人 申宫报正式镇压 北海眼的那颗封印时 一头巨大的上古洪荒 巨授大海报 北海妖孽被封印了1500年 封印逐渐失效了 松动了 申宫报逃离北海眼 潜入中途 败在玉须宫门下 封攀多拉摩河开启 北海妖孽再次冒出来了 袁福通率领72诸侯首先发难 不承认商周王的人亡身份 南下挑衅 针锋相对 文太师奉命出征 该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女娲扬言灭伤之前 正行礼间 顶上两道红光冲天 娘娘正行时 被此记挡住云路 因往下一看 知咒王尚有28年气韵 不可造次 暂回行宫 心中不悦 风神演绎 女娲被殷红阴交红光阻挡 原来咒王还有28年气韵 看来女娲娘娘有点着急了 女娲生日当天 去给火云洞三圣皇贺寿 准确说是给福西败寿 其中的主题 即是商讨这件事 1500年的神仙结束 袁浮通突然冒出来 听到圣人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袁浮通是 火云洞三圣皇 红军老祖 玄门三圣 乃至浩天一致针对的对象 1500年的气数使然 文太师凯旋之前 所谓的风神大战 铲教与结教 并没有彻底撕裂 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这就是奥妙所在 得等文太师荡平北海 深宫报先败在 原始天尊门下 后又投靠通天教主 他的所作所为 是为了什么 真的是帮结教打铲教 维护咒王吗 一句道友请留步 害死了无数结教精英 深宫报在拱火 在火上浇油 生怕不够热闹 深宫报的邪恶目的 终于暴露出来了 他就是要铲教和结教互殴 窝里斗 等到两败俱伤 他和北海参与好 坐收渔翁之力 取代阴伤 掌控全局 而不是咒王 或咒武王激发中的 任何一位 原始天尊的锦囊妙记 借力打力 深宫报填北海眼 风神绑话句号 通天教主性情中人 奔放豪爽 被深宫报 摆了一道 深宫报 拿捏住了通天的心思 利用结教为他所用 单从这点看 老谋深算 城府极深的原始天尊 吻压通天教主一头 他老人家 早就看穿了 深宫报的把戏 顺势而为 借力打力 深宫报觉得自己挺聪明 可惜到死他都没想到 他被失尊给利用了 此一去 但凡有教你的 不可应他 若是应他 有三十六路征伐你 风神演绎 江子牙手握风神榜 满心欢喜 刚出玉须宫 就被深宫报拦住 没话找话 拿幻术迷惑他 南极先翁捉放曹 捉了深宫报 又放了他 为何 原始天尊的授意 原始天尊明明知道 深宫报是个祸害 对江子牙不利 为何不只接触掉他 而是放跑他 圣人之下接楼椅 天尊小手一挥 深宫报灰飞烟灭 他却没这样做 一切都在天尊的掌控之中 区区深宫报 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反而能助他一臂之力 铲除结窖 何乐而不为呢 两次其获深宫报 欲擒故纵 原始天尊的真实目的 暴露出来 他要深宫报发毒誓 如有不轨 深填北海眼 前台词深宫报你 不要在师尊面前耍心眼 你来自北海之眼 你想干什么 我老人家很清楚 你的归宿还是北海 继续坐快封印时 深虽塞乎北海 情难适其往迁 姑念清修之苦 少家一命之容 特斥丰儿执掌东海 昭官日出 目转天河 下散东宁 周而复始 为分水将军之职 封神演义 江子牙奉原始天尊赤命 封神宫报为分水将军 深虽塞乎北海 情难适其往迁 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好歹 就是填了北海眼 也难以抵偿你昔日的过错 深宫报和袁福通是一伙的 他们原本就是1500年前 被封印在北海之眼中的一伙妖精 作为封印时 深宫报善离职守 醉莫大焉 万死不足以尝过 封神之战结束 江子牙封神 深宫报 填北海眼 1500年的轮回 1500年的神仙红尘沙节 大罗金仙渡劫 算是顺利完成 画上圆满句号的 不是别人 正是自作聪明的深宫报 天道号轮回 苍天饶过谁 封神榜落幕 玉宇成青 三界稳定 海燕和青 一派大好风光 菊花浓宴正当时 彩鞋一朵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